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晚上在一起睡觉的克拉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因为平日里凯撒里和蔼可亲的性格 大家都十分喜欢他 并且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都会第一个想到他 四楼的住户大妈因为要临时出差 无法照看自己的宠物狗 拜托凯撒在晚饭的时候给狗狗喂饭 因为公寓的管理员凯撒拥有所有住户的钥匙 晚上的时候凯撒如约去给狗狗喂饭 喂给狗狗的却是他不能吃的土豆饼 想到明天狗狗跑度拉西的样子 他觉得心情舒畅了很多 没错 凯撒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样老实 他心里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凯撒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他见不得别人快乐 人生如一潭死水 活着百无聊赖 他唯一的自救方式就是看着别人痛苦 克拉是一个乐田牌 他几乎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 能看到克拉的不开心 就成了凯撒的快乐 每天下班后 凯撒都会藏在克拉家的床下 等克拉下班回家收拾好一切 睡着后 凯撒从床下爬出来 看着他曼妙的身材 干了点不是人的勾当 舒服够了还要去厕所 把克拉用的洗面奶 堆上不明的白色液体 家里各类的杀虫剂吸引了凯撒的目光 他拥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第二天依旧在克拉的床上醒来 大妈的狗狗换了严重的腹泻 看到大妈难过的样子 凯撒心情舒畅了很多 克拉感慨着 最近起床 总是感觉身子很累 好像昨晚没睡觉一样 嗯 傻孩子你昨晚确实没睡觉 凯撒内心窃喜 是吧 你一定很苦恼吧 克拉却觉得没什么 出门的时候依旧开心的笑着 这让凯撒原本的快乐一笑而光 但是没关系 凯撒想起克拉十分害怕虫子 晚上他依旧扶在克拉床下 等他熟睡后 他把蟑螂卵抹在了厕所 早上克拉发现 脸有些过敏了 起来后凯撒着急的询问克拉 你的皮肤看上去不是很好 期待着克拉的胡肤品 加的料能让他过敏 从而不快乐 却没想到克拉高兴的补妆 说着没关系会好的 这让凯撒更不快乐了 虽然克拉还是每天开开心心的 但他的生活却越来越糟 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一周后 蟑螂爬满了克拉的家 从厕所到客厅 到处都是蟑螂 他赶忙逃出来 找凯撒帮忙除虫 看到他焦急的样子 凯撒觉得心情好极了 他拜托凯撒好好清洁他的家 自己搬去妈妈那边住几天 几天后 凯撒清理好了克拉的房子 领导却找到了凯撒 要他尽快离职 离职后就再也不能自由出入住户的家里 意味着他将会失去克拉这份快乐 他决定干年狠的 他准备绳子剪子等东西 想要杀掉克拉 照旧埋伏在克拉的床下 可今天却出了意外 克拉把男友领回家 两个人需久未见 可以说是干柴烈火 他们在床上激战 凯撒就在床下苟着 由于他俩太过激烈 凯撒不小心 把准备给克拉的迷药 自己吸了进去 在迷运之前 挣扎着躲进了浴室 等到早晨之情侣俩起床 克拉的男友 发现了床下凯撒作案的工具 克拉神经大条地跟男友解释 前几天凯撒帮他收拾了下水道 这些可能是他不小心忘在这里的 就在凯撒准备逃跑的时候 恰巧被男友发现了 没想到凯撒反客为主 把男友问懵了 克拉赶紧跟男友介绍 这是公寓管理员 凯撒解释说 前几天把工具忘在他家了 今天来取走 逃过一劫后 凯撒被领导下了通知 要在15天内搬走 克拉也准备跟男友外出旅行 心灰意冷的凯撒想要自杀结束生命 却意外听到了克拉和男友在吵架 原来是克拉怀孕了 男友出差6周 可克拉怀孕了4周 男友遮头顶止不住的绿草 两个人大吵一架 冷静下来 男友发现了克拉床下乱七八糟的工具 回想起来管理员有房子的钥匙 于是把凯撒叫来 决定解决一下凯撒 却没想到被凯撒解决了 之后凯撒把他伪装成自杀的样子逃离了现场 警察也以为他是为情所困自杀了 克拉悲痛于觉得离开了这里 可凯撒还是觉得不够快乐 强顺了克拉生下孩子的时间 凯撒写了一封信 告诉克拉自己所做的一切 以及孩子是他的 克拉看着孩子再也无法快乐 这份悲伤甚至可能伴随他的后半生 一想到这里 凯撒心悦的笑了 看完这部影片 我很欺盈性 我家的床下是实现的藏不了人 想来东北那些火炕 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这些心理变态的偷窥狂 想要埋伏在床下 就直接火化 想想就安心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记得关注点赞留言呀